大米、小麦和玉米是人类的三大主食 其中以大米为主食的人口超过35亿 是最多的 而以大米为主食的国家主要分布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 其中亚洲对大米的需求量更是占据了全球的90% 在日本、越南、马来西亚、韩国、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几乎人人都以大米为食 而在中国也有超过一半的人口以大米为主食 现在我们就通过5个大米食用大国 近20年来人均食用大米的数量 来看看大家一年究竟吃掉了多少大米 2000年越南胜 2005年越南胜 2010年越南胜 2015年越南胜 2018年还是越南胜 从这些数据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越南在近20年来食用大米的数量一直遥遥领先 几乎是其他几个国家的两倍还多 这是为什么呢 饮食文化受当地作物范围、物价、物流情况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越南人爱吃大米就是最典型的代表 不要看越南面积不大 但它却是世界上最大的水稻出口国 在越南 地理环境十分适合种植水稻 且可以一年种三季 所以越南水稻的价格十分低廉 同时因为物流、生活水平、食物多样化 均比不上突出的其他国家 所以水稻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首选食物 不光是当作主食吃 而且还被用来制作各种零食、小食、糕点 越南也就成为了世界上人均食用大米数量最高的国家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